芝士蛋糕 最後將芝士蛋糕 插上罩 大家好 我是朱sir 這段影片我將會教大家做一款 超級容易、超級快手 以及超級好吃的 一口迷你不可道芝士蛋糕 它的做法非常簡單 基本上是屬於一小時食堡系列 它的做法有點像 一時的巴斯克蛋糕 但它在食堡內 有更多的芝士 吃下去一點也不膩 而且還有一份鹹香味 它的尺寸不用做得太大 全部做成小粒小粒的迷你裝 一口一口吃是超級過癮 到底這款這麼簡單又好吃的食堡 是怎樣做的呢 我們現在就看影片吧 Let's go 好 現在開始了 這裡我們用北海道的忌廉芝士 每逢切這些忌廉芝士 最好用一些食用級的燒綠酒精 噴一噴 然後才切芝士 不然芝士很容易發霉 起點 變壞等等 178克 三溫糖 36克 北海道忌廉 78克 一塊優質的巴麻臣芝士 10克 以上所有材料都用中火 將它輕輕加熱軟化 所有材料變得比較軟的狀態下 就可以離火了 離火後加入雲呢拿籽 然後輕輕輕攪拌均勻 現在整碗芝士糊都充滿了雲呢拿的香味 然後加入鷹粟粉 和蛋黃 54克 所有材料攪拌均勻 然後將它放入擠袋裡 然後準備一個小型的蛋糕模具 然後鋪上紙杯 然後將它放進去 參考我這個份量是大概18粒左右 然後入爐之前 我們就準備一盒的熱水 倒進盤子裡做一個水浴法 放進去烤爐 烤它大概18至20分鐘左右 或者看到表面有一點焦焦的顏色就可以了 這是出爐後冷卻的狀態 剛出爐的時候它有點脹 過了一段時間 它就會慢慢變成平的形狀 為什麼剛出爐的畫面沒有了呢 很簡單 就是因為我剛剛忘了按按鈕 到最後我們把芝士蛋糕 蓋上罩子 麥理不開芝士蛋糕便完成了 好 又到試吃的時間了 它表面有點軟軟軟軟的效果 不用說那些位置一定是最香口最好吃的 先吃一口吃一口 它的口感是超級濕潤的 入口即溶 然後因為它加了少許烤馬臣芝士 它就有一點鹹香的味道 而且整個口感是雲里辣的味道 吃下去完全是有滑龍點精的作用 超級好吃 高級的享受 好 影片來到最後 由綜合小貼士的時間 第一就是 影片裡面的忌廉芝士 你可以根據個人喜好選擇做一個調教 當然如果你真的跟足原版的 那些芝士全部都包到芝士 那些忌廉全部都是北海道忌廉 那你出來的效果會更加理想 第二就是這個蛋糕最好是冰冷 才吃的效果 比起一般室溫出來的效果更加好 第三就是 這款蛋糕焗完出來 它冷凍後的效果 有一點點很輕微的小皺紋 有一點點很正常的 不用刻意很強迫症 一定要焗到一個很光滑的表面 因為這款芝士蛋糕的質地效果不一樣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裏 適合用或使用不適合用 就給我免費看 希望大家跟著這影片做出一個 超級好吃的一口不開道忌廉芝士蛋糕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 拜拜 各位觀眾 大家期待現在的網上課程已經有得報名了 我已經將實體課發生做這個影片 透過螢光幕施展出渾身解數 令你們成功做出對心意的產品 詳細程度是絕對絕對不會輸視給實體課 影片還可以磨患loop 有興趣的就快點來報名吧 詳細的報名方法可以掃回影片中的QR Code 又或者可以按影片 戰掌下面的Description box都可以報名 快點來,等你們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